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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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寶東老師 從早上到現在提到高雄 提到好多次 不知道是怎麼會變成那麼出名 那林主任指著我說 欸 你怎麼還出貨下來 我在想是不是基因稍微比較好一點 才可以構存下來 那後來我要介紹的是 其實在高雄到冬季的時候 空屋都是紅色或紫色的 但是最近我們高雄市的黃豪組非常聰明 他只要變成紫色或者紅色 他用藍色的 所以就讓我覺得那個image 就看到那個image就感覺好多了 所以這個精神方面也很重要 那我過來介紹 其實我是來自高雄醫學大學 金主環境醫學研究中心 那洪志欣副院長 是小港醫院的副院長 那也是我們環醫中心很重要的終身帶 現在是我們的副執心長 那為什麼它重要呢 因為它就是在最環境閒熱的地方 就是小港醫院 其實高雄裡面 南高在分北南 南高雄那裡有一個很大的工業區 不只啦 不只一個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就是那個靈海工業區 那靈海工業區就是大冰村區 為什麼會千村跟這個有關係 那邊有五百家的大工廠 那其實你如果從一號公路一直下來 會往八八然後就去那個墾丁 那南高雄就是八十八萬個人口 那裡面屬於那個六十歲以上 或者二十歲以上大概有二十萬個 所以在那個環境閒熱的地方 剛好我們到也有一個小港醫院 那小港醫院也是一個勞工業 那我們洪資新就是在那邊當副店長 所以它很重要這幾年 就如何是以一個醫院 它沒有公權力 可是如何把健康在這個空中想 把它照顧好 所以我也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 也因為這樣我們就 我們洪副執行長帶著我們這個團隊 然後就這次申請了個國家 國家的SNQ 中文叫什麼 國家品質標障 對 國家品質標障 它就是以一個在空位下的健康照顧 以及環境交易得到贏獎 贏獎的意思就是亞太平洋 好 好 謝謝長 我們常常說 醫院有兩種 一種是台大醫院看下來是什麼 大安森林公園 好幾千棵的綠樹 那小港醫院看下去是林海公園區 好幾根 好幾千根的煙囪 所以 所以今天才會請我來這邊 那個跟大家表達 我高雄也有兩個區域 一個是那個中山大學 也是一個三明水秀的地方 沒有什麼空母 但小港是高雄空母最厲害的地方 那 本來今天要講空母與呼吸道 不過還是分享一下 小港醫院最近到底在做什麼 在空母之下醫院到底可以做什麼 哪些事 才可以得到贏獎 那這個是贏獎 我們院長以前常秀 他跟蔡文總統頒獎的照片 終於可以秀公代副總統 那大概完成的這些 我們重視怎麼樣去解決空母的問題 那有一些手持式的裝置 就是跟一些廠商合作 就是我們放一個試子進去 就可以知道三天七安的一個濃度 那我們也很重視空母教育 跟大學中學小學到底怎麼合作 那再來就是希望我們的醫師 不要只看病 要看怎麼樣去預防 所以我們這邊很多醫師 像剛剛Walkir的執行長 就跟我們合作 怎麼樣在空母下 去防治空母 讓我們醫師的病人不要那麼多 那再來就是我們幫 那個做了很多見解 那這個剛才我們 那個盧子先生講過 這邊其實是比六親還更嚴重 所以 我們長跟長跟不太想提六親 但是我們還是把它提出來 那事實上我是想要過敏的醫科醫師 我們想要過敏 這樣都是一直是上身的 然後呢 其實我們的過敏源跟這些污膽 事實上它是狼狽為堅的 因為這些空污的物質 它會破壞我們的呼吸道上品 然後呢 我們的塵板 它也是會破壞我們呼吸道上品 因為到上品破壞之後 它的這些空污跟這些不好的蛋白質都會進去 所以是有人做過一個實驗 就是很好的文章 就是說它如果對 就是它很破壞到空污下 然後蟑螂的過敏源 它的那個濃度只要一千分之一 就會引起同樣的過敏 所以我是覺得這兩方面應該是一起影響 但是兩個的效應到底怎麼樣做的文章還很少 所以以後可以往這一方面 那事實上 這剛剛有講過就是說我們 因為我是喬的過敏 免疫科醫師如果講的是 有多少大概大家都會睡著 但是目前看起來 非常多的 paper 都告訴我們 以前我老師都跟我講說 免疫細胞最重要 但最近好像是上品細胞很重要 連第一步是破壞那個上品之後 它產生很多發炎物質 導致我們長期的發炎 包括PM2.5就可以導致什麼當cancer COPD 阿斯瑪這些都有 然後影響的有很多層 第一個就是 當然就是它的表皮的破壞 破壞之後 它就產生半性的發炎 半性的發炎 你肺部就開始不好 那甚至會產生一些癌症基因 那發炎久了之後 你就全身大概都是病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是 空污自白病導致的痣癌 然後現在 最熱門叫益生菌 益生菌也可以自白病 以後大家現在都在用益生菌 那這是我們自己做的一個 我們看 氣喘病兒童 它的ax ratio 可以看到這是南高雄 那個月紅的地方 它的ax ratio 越高 剛好跟空污的孤度是同一個區域 所以是非常非常明顯 所以我們就會去看看 我們像我是過敏科 就會講一個問題 小小朋友很多抑越性皮膚炎 那有些長大會變氣喘 有些長大不會變氣喘 這個到底跟空污有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用我們的資料庫 那這邊也很感謝 現在我們很多合作夥伴 那跟高雄合作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健康資料庫 就是疾病的資料庫 那我們有三家醫院 一家叫高雲 一個叫小港 這就是很好的對照組 一個叫空污醫院 一個叫做沒有空污的醫院 所以這樣就非常麻眠 那我們就把這些資料 把它弄出來之後 就看看 那小朋友 小時候有抑越性皮膚炎 長大之後 到底會不會變氣喘 跟空污有沒有關係 就算出來真的非常大的關係 就是包括PM2.5 尤其是五歲以下就產生氣喘 那五歲以上產生氣喘 關係就比較小 那其中最有關係的叫PM2.5 那其他剛剛提到那些 PS稍微 然後其他剛剛提到那些都有相關 這個 因為這個又環保所的資料庫 所以小弟在懷疑 就是為什麼好像都有關係呢 所以還有那個 林主任林台灣主任 他用那個以後也給我們衛星看看 對他有沒有一樣 因為環保所資料庫 以前可能被批評說不一定 Airbox那麼準 應該至少在這個場合來講 我會說林主任應該比較準 哈哈哈哈 然後就是 應該一開始這樣子 好嗎 這個我們差不多幾號 對在我們那邊事實上有 環境的問題 民眾的資的問題 還有健康的問題 所以我們做很多環境研究 健康教育還有 居民的照護計畫 所以我們 其實我們第一次也是只拿到標章 但是破於我們院長的壓力 所以他說一定要拿到 同獎或演獎 那也破於我們執行長的壓力 這個話就 創新了一個叫做空屋門診 這個 那個WARCAD執行長幫我們忙 那 我們也就是 應該是全台首創 就是 我們開一個門診 就吳吳大威是在後面 開一個門診 他氣喘發作了 欸 他到底是跟最近空屋有沒有關係 或最近 要用了很多 還控制不好 是不是跟他在之前的 迫路有特別的關係 啊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議題 看病標誌 看病其實很簡單 就要等一下嚇重一點就好了 但是 有一部分變 你嚇重他還是沒有效 是不是跟空屋有關 這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跟吳經紀長也發表 發展一個 跟這邊很多老師 政策建議書 這個是 給政府或給民眾 有一個 遇到空屋的時候要怎麼辦 或是給政府看 這個空屋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照顧這些民眾 這 有第一版出來 有三個 物質 像我們以後第二版 第三版 其實我覺得 這邊都很多老師 在這邊提 這應該是很好的 邀請各位老師 跟吳智經長 大家一起配合 寫一些建議書 我覺得對 國科院應該也好 國科院應該也很好 應該要 這樣的建議書給政府 那 在我們首次 是三聚心安的檢測器 然後最近在發展重金屬 就是說你不知道 你到底重金屬有沒有暴露 你就尿一泡尿就可以了 三聚心安也是 因為我們物質經長以前 有一個實驗就是 叫我同學吃泡麵 然後去測三聚心安 國安 吃泡麵完 馬上三聚心安 就一大堆 所以 下次吃泡麵要怎麼吃 要請教我們物質經長 然後 我們也發現很多重金屬 跟肺功能是有相關 所以我們發展益生菌 就是 現在有益生菌 可以降低重金屬 事實上 我們在大力圖那邊發現 哇 其實 重金屬 尿裡面重金屬高的人 真的非常非常多 然後 我們還有很多衛教期刊 那我們也發展基礎 就是 看看怎麼樣 我們要減低這個重金屬的 要吃什麼東西 這樣待會兒跟他講 所以 我們在這邊做了很多 這些 由醫院發起的一些 社區的一個 我們 醫生常常說 我們要做 服務 教學跟研究 這一方面我們都有做 另外一個叫做創新 創新就是 跟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 大家如果 會後有什麼 想要跟我們合作 隨時交代我們一下 所以 這就是我們空屋門診的 他 我們舞蹈的意思 他有很多意思 目前看門診 從旁邊那台電腦 那個把柱子 輸入的時候 他就跑出來 你一週之前 到底鋪了哪些空屋 昨天鋪了哪些空屋 在更早之前 鋪了哪些空屋 可以來讓他 當作 看門診的一個參考 雖然 花了這麼多時間 但門診費用還是一樣 台灣有一個悲哀 就是 跟大陸不一樣 大陸那個教授級的 副院長級的 看收費比較高 台灣 是 朱元醫師看 跟副院長看的 那個收費都一樣 所以 看了空屋門診多 我們 吳大醫師收入沒有比較高 那是佛心 那 希望我們這個 空屋資料 以後可以 用那個 林主任 今天一定要巴結林主任 一下 讓他們提到他 衛心的資料 也可以 這樣我們電腦 可以看得到 這樣更即時 更準 像 這邊各位老師 也是一樣 如果有什麼好的 想法 都 因為那是一個很好的 場域 那我們 比較重視這一個 比如說我們常常 跟合作廠商 說 跟小港醫院合作 一定是院長 不院長 出面 尤其跟台大 台大不一定院長會出來 跟北龍 跟院長不一定會出來 但是 一越小一越小的好處 這種院長 這是一句話 好像問題給我做就對了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當做要的調整 此外 這些空屋 有可能會導致我們肺結核的一個風險提高 那所以 可以算出你空屋的狀況 你肺結核的風險 再看看你需要做哪些檢查 這個就是那個Walking 這個應該有講過 所以我們以後還是Walking 多學一點 可以算出 你今天到來要走哪條路比較好 你會接觸到那麼多空屋 那 所以呢 這個是一篇文章 就告訴我們 要用 空屋跟氣喘有關 要用Friotan 就是說 用空氣行進機 所以 比較不會有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跟 當然隆士俊老師合作跟空氣行進機 我們再看看到底 哪一種品牌的 或者是哪一種空氣行進機 在我們病房裡面用最好 其實病得很可憐 尤其在小港醫院 他明明身體就不好了 那再一個空屋醫院住院 真的很可憐 所以我們希望 尤其我們 我們也是在安寧病房裡面 放置空氣行進機 希望他到最後一刻 還可以吸收到很好的空氣 所以我們在單人房 其實放進去 不只空氣變好 那個 連裡面的細菌都變少 他身體已經很多 連醫院裡面都 這種細菌整個都還得了 十位我們工業系團 陳培老師 他去我們家裡面 我們醫生是看病 他是幫你去家裡面 看看你家裡環境有什麼狀況 尤其那些 匈牽科醫師 他已經用了很多類固醇 還沒有效怎麼辦 是不是家裡的空氣要改變 他的肺孔才會變好 結果是真的 他的肺孔也變好 甚至血壓都變好了 所以其實真的空污自白病 導致白病 所以我們去幫居民做健康照護劑 從105年到 還包括做了很多健康健檢 Lodo的CT 所有都做 找出很多肺癌的病人 還有釋放他 然後另外還發現很多 那個重金屬 然後造成他肺功能下降 這個等一下我們王智能醫師會講 然後我們發現很多蔬菜水果 是可以 改善這些的 所以我們都發現很多病人 就是這另外王智能醫師會講 不只深還有銅 他只要比較高 他肺功能就比較低 兩次都很高的 他肺功能最差 那兩次都很低的 肺功能會比較好 那發現了相關性之後 我們就會看得到我去統計一下 深最毒 那葛 銅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 因為發現很多肺癌這些都高 所以 這等一下應該會講 所以我們就發現 有一些重金屬可以 我們現在這個臨床實驗 那老鼠實驗是 的確可以下降 這個重金屬的一個濃度 我們也給一個餵鑑 那為什麼會給這個餵鑑 吃什麼類黃筒 就是說 我們發現在老鼠 所以在動物時間發現 這個老鼠本來吃 你怕吃那些重金屬 它肺部就腥胃化 你怕吃了這些類黃筒之後 再去吃重金屬 它就比較不會腥胃化 所以就是常見的這些 大家就可以拍起來 所以我們在發展產學 那這些 天然的類黃筒 它到底是哪些植物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結構 可不可以再把它改變一下 會更好 因為它到底有個團隊 是在改這些結構式的 改了之後我們就可以 再有一些多一些專利 所以 我們在 很多實驗都在做這些 這個可能就 後面可能 我看一下有沒有哪一個可以講 這個都是剛剛在講 剛剛那些 我們做了很多研究 所以 類黃筒有這麼多種 那我們發現 某些類黃筒 它對 某些重金屬會比較好笑 像 FGN就對酸比較好笑 FGN在這 芹菜 對酸比較好笑 然後 銅的話 應該是 CAPO 這個三奶粉比較好笑 這個 應該是 一顆 洋蔥比較好 所以 大家可以 下次我幫我們的 那個 手指式裝飾 拿來 要測重金屬 大家可以一泡料給我 幫你測一下 看你需要吃什麼東西 比較好啊 這個是 臨床 陰陽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一個 這個我們就 約時間關係 就 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你 你 你 澈